我想請問一下那個杜花局 你們在規劃的時候 是這三 這個這這這三塊 這塊地它分三個 三個區分在使用 在規劃 還是說 移屬規劃那個 就是 平民住宅那個地方 色服的地方 然後其他的那個什麼 商業是別人在規劃 其實你在對這一整塊地 是沒有完整的規劃 你只是說 你負責那個部分你規劃 然後其他你就外包出去 我是想要知道這個 這個問題 因為你如果沒有整體規劃 你一定算不出來那個 停車位要到底要多少 因為你怎麼知道商業用地 他們到時候是怎麼規劃 他們自己的商店 然後需要用多少停車位 那如果他停車位如果規劃不夠 你有沒有辦法去規範他 然後他可能就會 把停車的問題 弄到可能社服的用地的 停車位或是公園的停車位 或是公園的停車位 對就是那個整體規劃 是你們自己在整體規劃 還是說你們外包出去 切割出去 好 好 第二個 第三個 還有沒有人發問 沒關係 立長 因為我讓沒有花園的先花園 好 松龍李 我第二次花園 我們剛剛 這鄉親所談到的都是這些停車的問題 可能各位有沒有忽略 有沒有 忽略掉 車輛流量的問題 我剛剛我也報告過了 我們最大的馬路是 福德街是23米 其他的都是11米 8米 14米 這樣的一個流量 有這麼多 增加這麼多負儒 這樣的話 這種交通 會有所影響嗎 請答覆 已經有三個問題 我再講一下 一下 一下 不要兩下 這個 我想 講到那麼多 不只把全部都改作光園就好 不要什麼 不要什麼 好好好 也不要商業機做什麼嘛 到這裡來很突兀 你想想看 這個我們一個平平的 很安寧的這個住宅區 搞了一個什麼 你乾脆 全部都當作光園 福利福利 所有所有的問題都解決 不要什麼榮譽率什麼都 都不會 不要全部都市計劃 改一下 全部都當作光園 很難得 因為 留一塊不給我們的祖孫去 那時候看看 他們要 不要他現在 給他撿起來 做運輸 以後又不流行 現在因為 我們這邊是平民區 像新亞 新亞國中 國外國小 一大片都是 因為那邊是豪塞 你吃得好 好 全部都當作光園 我們請那個 請助長官 因為他們今天來 我們也要 也是要感謝他 其實後面決策的 是上面 在 對啦 但是我們也要 我們的聲音要上去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們今天要感謝他 我也是說 我們希望 他也是 說 吃功夫量一定要來 來 請回答